接着来以体育红法要走入社区 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 日前举办了第六届的佛光趣味运动会 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 要带领着社区不同文化国籍的居民们 一起趣味健身 也让人间佛教持续的深耕地方 奋力挥动彩球大小朋友开新进场 要带上满满活力 准备参加第六届的佛光趣味运动会 这次活动由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主办 南区三分会承办 吸引当地一千五百多人共襄盛举 运动前当然要先暖身 今年特别增加太极 和八段筋养身操带着大家健康伸展 紧接着各项活动热闹开跑 有的小朋友踏上冲浪板 感受空中驰骋快感 或是组队挑战跨上冲气毛毛虫 比批团队合作 活动样样精彩还一番现场 那今年我们已经把这活动办到第六年了 今年办运动会的宗旨呢其实是要走出去吸引更多外面的人通过运动弘弘佛法 南区辅导法师庙瑶法师特别颁发感谢众给这次支持运动会的团体和大家共襄盛举 决定法师也代表佛光山欧牛总助持南科法师 感谢佛光会六年来的五思奉献 透过运动会走入社区和不同文化国籍的居民交流 让人间佛教的三好四给不断发扬光大 决定卫视澳洲雪梨综合报道